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来转发 用途不同 但是那个干就还是干进来的 人寿保险也是一样 今天你买来给家里的 是叫人寿保险 家庭保障 今天你买来做物质的 这个房屋的这个 guarantee 就叫做MLTA 它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只是不同的用法 policy有不同 有些人用 investment policy来做 好像他就用traditional policy来做 为什么呢 第一 premium guarantee 第二 premium也比较低 第三 return guarantee 你年轻的话 return是guarantee的 所以至少我们16年够的话 可以给回你钱吗 对不对 你break even 你的break even point 其实很多人就是 讲他们工MLTA 无论是investment 怎样都好 他很多时候没有一个break even point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那个premium 他们home and jack up 可是他未来的那个return 也不是guarantee的 所以traditional的话 他就比较方便 so normally我们access to顾客 我们就是看他的真正的need在哪里 如果他是要something free 就是免费的MLTA 我们就会propos这样子的东西给他了 好的